今年刚刚移栽的黑松 能不能对它进行摘牙 下山庄何时拆磨 现在还能不能去挖庄 谁有更好的办法 能把云南的龙林珍珠黄羊 在北方养好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 刚刚移栽上盆的黑松 能不能对它进行摘牙 只要根据它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定 如果你移栽上盆的时间 没有对根系做大的一个修整 根系比较完整的话 这一颗长势旺盛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摘牙的一个操作 如果刚刚移栽的黑松 长势不是特别旺盛 那还是尽量不要去动它 这个黑松就今年刚刚移栽上盆的一颗 因为它长势非常的健康旺盛 所以说呢 还是对它进行了一个摘牙的一个操作 这对它生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 残磨套袋的生装 何时才能给它拆磨 这个看法呢 每个人都不同 我一般种生装很少去给它采用这种方法 残磨套袋一般就是给它起一个保温 保湿的一个作用 咱们看一下 这里有几颗装子 都是当时残磨的 现在早就已经把磨给拆掉 我的建议是 拆磨的时间要根据它发芽的一个情况 还有当地的一个温度来决定 一般在温度达到 室外温度达到一二十度左右 然后牙头都开始冒出来的时间 其实就可以把毛给它拆掉 你看我的这几颗 长势现在是非常的旺盛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问 现在这个季节还能不能去挖庄 其实挖庄的话 它一年实际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每个季节 它的成活率不一样 最好的一个时间 就是在每年的二月份到三十月份 这段时间成活率是最高的 其他季节也可以挖庄 只不过管理起来要稍微麻烦一点 成活率稍微要低一些 而且有些特殊的品种 你像水羊梅黄羊 还必须在温度高的时间挖庄 它的成活率才会更高 最后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 要向大家请教 就是关于云南的这种 珍珠龙林黄羊 不知道 有没有朋友知道 它有什么办法 能在北方把它养好 我的几颗养了四五年的时间 虽然都还活着 但是都是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一个状态 好了 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先给大家拍到这里